变成五队的台湾职棒开幕 中职主导下江祖最强代表队 以此为标题的文章 刊登在日本职棒太平洋联盟的 官方媒体情报网站上 这篇由在台日本媒体人 居田英所执笔 介绍了开赛将近两周的中华职棒 除了提到台湾防疫有成 也写到蔡英文总统历临开幕战 蔡英文总统 总统要来颁发给他们两位 这就是日本球迷 也相当熟悉的林薇柱和田子 则纯一 一个是新任总教练 一个是备受瞩目的洋将 看在日本人眼里都是话题性人物 还有担任星球队 魏全龙开幕战先发王维中 以及爆红的徐若曦 当然也抢占篇幅 里头也评论到 魏全龙缺乏吃长局术的投手 野手也经验不足 在异军的第一年 可能没办法写下安定的成绩 不过期待他们能成为 具影响力的台风眼 此外也提到中职换了恢复 细数较低的球 全力打是否会随之减少 成为观察重点 即将在六月登场的六抢一 奥运资格赛 将由中职主导 与棒鞋合作组成最强国家队 目标直指奥运金牌 也成为文章关注的焦点 里头也特别点名江绍庆 陈冠宇胡志伟等人 有机会后职台湾队的投手战力 日本职棒也将在26号开打 不过各队的开幕一军阵容当中 台湾选手只有宋家豪名列其中 即便是阵中唯一一位报道的洋将 王伯荣仍因为春讯状况不佳 遭到割舍 火腿队将以全本土迎接开幕 军队新闻最后报道